这个还行 我看这个 我叫张国贤 我是安刚博爱甲子站 员工 今天我要通过 通过这种方法了解一下 安刚甲子站工商混者 制作的甲子的情况 师傅您贵姓 贵姓长 您叫张马峰 每年您做的病理鞋 在甲子站做的满意吗 总的甲子鞋我不满意 究竟什么情况让您不满意呢 因为他抗威 甲子站抗威 给你做甲子病理鞋 他必须按照他的意图去分配 必须按他的意图就是 给 还有是天心 天心这个刘士海的委派 或者王涛的委派 尤其刘士海 不让他委派 就不给你看票 强制的 后来我知道 那甲阳也给这种鞋 过去在文革以前全在甲阳做 他不给开 到刘士海的王涛 两双鞋 给你200块钱不做鞋 是变现金是吧 变现金 变200块钱 那您的鞋是两双鞋 是什么鞋 病理鞋还是假鞋 一个病理弹鞋 一个病理免鞋 两双鞋加一起是1226 1226 一双鞋就给你100块钱 两双鞋就给你200块钱 这就是我们工厂 得到这么点待遇 都是哪家呢 有刘士海家 还有王涛家 有王涛家 都有都办过这种事情 都办过这种事情 也没少万 后来时间长了 一年不一年 就知道了 沈阳 转到沈阳最低 给60% 加上扣了是40% 那是哪家 沈阳是哪家呢 沈阳就是什么 什么什么 沈阳总共两家 一家是荣军 一家是康力 是康力 到康力那是 扣30% 它是在什么技术上 扣30%呢 就是什么的 就是在你那个 加上给 第1200几 加上扣40% 而这个60 转到 是那个里 沈阳 又快扣30% 我们剩下的 变得先进的 也就是500多元 这就是我很满意了 原来是 比那两双鞋 200 二百五千 那就躲就躲了 那为什么 假扎非得 把那假扎这个钱 为什么要 非得要转到外人那 用外人那洗一下 再到你们手呢 这种情况 你们了解吗 为什么要外面 外面那个 个体户要扣 扣一下一部分呢 这情况 具体的内部情况 您了解吗 这叫什么呢 这叫都吃工商 吃就好 有胳膊有腿的 吃没有胳膊有腿的 这就是现在的现实 这就是什么 搞社会来说 大吃小人 小吃下面 黑吃黑 咱们的残银 就是没有用了 也叫一吃 残银养恶它们 您是鞍钢工商职工吗 我是鞍钢工商职工 哦 这种事情 您说那个 就是在海 那个沈阳康利 那个变迁金的事情 是哪年发生的 2009年年末 11月份以后 11月份左右 当时谁给您 把你的那个手续呢 康威我办的手续 因为我康威 为什么给我 给我办手续呢 因为我经过努力 找过许部长 找出去了 因为康威的 毕竟叫许部长 签证 他能向谁向转 毕竟还是要 牛市海的 回败 毕竟是你 毕竟 后来没办法了 我等了一个多月 我来找这个 许部长 天天找着 后来许部长说 这个 要问我呢 没个固定地点 给康威打电话 康威无法奈何呢 我到里面找去了 没办法了 没话可言了 就给我砍了 砍一下怎样的 但是我开始百分之六十 我扣了百分之 这百分之六十呢 当时说的 你要不要一个用呢 我不要去呢 我给你四十块钱 四十啊 不是 四百块钱 那你就 康威跟您说过 就是您要是 这个票给我呢 我给你四百块钱 就是您 您当年如果不做这个鞋 他康威本人给您四百块钱 他本人给我四百块钱 那您同意了吗 我没同意 我说不行 我说不 我还有这种事情 我说你给我开 所以说呢 在这说说呢 就说这句话当中 这有过程 他还没动 给我开到沈阳的 说完我不行 我实在接着不行 我就我要开票 就开了 那您在沈阳 我没有他的四百块钱 我就非要开票 上沈阳 您当年在那沈阳 那个康威拿到多钱呢 拿到这百分之 到那百分六十 剩了扣了吧 到沈阳又快了 扣了百分三十 我剩下的是我的钱 剩了具体的数格 您您记起来了吗 数格是五百六 还比那个康威给您的多 多一百六啊 来回的路费能给报了吗 来回路费 我单位给我报的 这种事情 今天是几号是吧 今天是2010年8月15号 今天2010年8月15号 好 谢谢您 一开就行